高嘉瑜遭到男友林秉书欧伤 那么饭店的处理是否失当呢 现在也是引发了讨论 因为高嘉瑜呢 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他有提到有两个时间点 其实饭店的服务生都知情 包括了呢 他在这个被打之前呢 其实高嘉瑜的包包哦 被丢在走廊上 他一度要弯下腰去捡自己的东西 其实当时呢 饭店的服务生有走过来想要帮忙 但是被林秉书喝斥说不要帮他 以及后续呢 当他被打伤之后 林秉书其实呢 是有请饭店帮他拿冰敷袋 房屋人员都知情哦 却两度错失了救援机会 对此饭店就回应了 当天因为不晓得高嘉瑜有入住 也不晓得说他的身上有伤 是否有疏失呢 将会配合剪掉枕板 他把我包包里面所有的东西 丢在走廊上 然后到处乱查啊什么什么 饭店的服务生有过来 然后他就大声喝斥说 请服务生就是不能帮我捡东西 然后请服务生立刻离开 还原男友施暴当天情况 高嘉瑜除了心痛难熬外 这段谈话也点出了一个问题 高嘉瑜说林秉书乱傻他的东西后 房屋人员察觉有意 当场想帮忙却被骂着离开 后续高嘉瑜遭殴伤时 林秉书也曾联系房屋员 要求送冰敷袋和药品来 房屋人员通通照做 但饭店却没有主动通报或关心 两度错失了救援机会 就拿冰敷袋买药等等 但是饭店的人都没有觉得说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好像我们拿钱给服务生 跟他们说就是小费 然后叫他们说这件事情 有记者知道不要收拾 对此饭店回应说 这只是一般房客给小费的流程 可能是其他房客误会了 也说当天服务生并未亲眼看见高嘉瑜 要是知道有伤势一定会协助报案 但也说是新闻露出后才知情 现在只能全力配合检方侦办 做不够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会尽量再努力提升 尽管饭店业者极力澄清 但网友丝毫不留情 下午起纷纷上网留付评论 甚至很酸饭店是失报房凶 一个目睹的情况的时候 那也应该好像113等 就要来通报 饭店通报流程被质疑出问题 失报案件也引爆了全民关注 这下饭店业者也无法置身事外 记者称藏张士奎新北市报道 未经许更新的可有房称 因此此